喝到钓鱼我就喜欢不停的上下寄个 找到草洞 草与草之间间隙吧 然后把鱼泡进去 然后上下寄个两三下 如果鱼琴活跃的话就很好 如果鱼琴不活跃的话就时间长一点 等待时间长一点就好 像我钓的这片sturgeon lake的航道的话 我会一般钓两遍 第一遍钓过来的时候呢 是钓草动物 一般拿几个钓草动物 会一路钓过来 然后回去的时候就换成swing bait 然后扫草边 航道和草区交汇处 抛远收回来 根据鱼琴可以 是一边钓一边上下的几个收回 或者是直接抛远 然后直接收回 如果只只钓草动的话 我一般选四分之一的几个鱼鱼就够了 四分之一的钓子 这样子落水是可以控制的 杆的话一般 median heavy杆就ok 如果punching的话 就另外一种配 配组了 不是这种钓法 以后会专门出个视频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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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